其實現在推出的電動車 很多都已經打破了以往 平價就沒有功能沒有性能的黑板印象 就像我這輛MG4的Xpower RS4 它以三十多萬的車界 就做到加速性能3.8秒 而且裡面的主動式安全科技都齊全了 外國很多車評都對這輛車是讚如有價 到底還有什麼原因 令到這輛車在外國那麼 popular 如果不想錯過最新的科技資訊 就記得訂閱我們的Y的YouTube Channel 以及按下通知鐘仔 這個MG4在外國的售價已經極具競爭力 我去年去英國旅行的時候 都已經見過不少它的蹤影 除了價錢之外 還有一個很明顯的原因 就是它的外形都蠻漂亮的 其實看到它車頭的設計 頭燈由愛向內收尖 看起來都蠻惡的 再加上頭唇一副跑尾出來 再加上它的尾翼 都是十分跑格的 對於身為外貿協會的我 都覺得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的 雖然有些人都會覺得 這隻尾翼是有點噁心的 而原來它的安全係數都相當高 是達到歐盟的NCAP 5 Star 即是說它的防撞保護性夠高 以三十多萬的車價來說 實在吸引 而外國很多不同的車評 都對它這個出色的CP值大讚 這個車是用了上海汽車集團 研發的全新MSP底盤 它的一體式模組化設計 聲稱可以令到車的前後比重達到50比50 車身的操控可以更加穩定 再加上它的魔方電池排列方向 是水平排列 令到它電池組的厚度低至110mm 是同級車款之中最薄的電池組 可以為到腿部空間帶來更多位置 而且它也聲稱魔方電池散熱可以做得更好 令到它在長時間輸出的時候 不會容易過熱而減少輸出 MG4的X-Power RS4 是更加配備了64kWh的電池 都算是現時電動車的常見水平 但它的性能就一點都不常見 0-100mm只需要3.8秒 加速性能極快 和價位近乎是沒有其他車款的選擇 而最接近的話 就要去到Tesla Model 3的Performance版 3.3秒加速 MG4的整個車廂設計都是以簡約為主 而標版加中控台就不會佔據很多空間 車頭前方都是一幅式的東西 不會有多餘的飾件 中間的手枕位置 它偷了個洞位 可以讓你放到水瓶、雜物等等 但其實空間又不算太大 而波箱掣呢 它也放在中控台下面的一個位置 是一個船樓式的波箱掣 不過有一樣東西都想談一下 就是它的儀錶板只有7吋 不過我自己覺得沒有太多餘資訊 都是車速和它的車道安全 還有右邊可以調校一些設定 看一些輪胎壓 我自己都覺得可以接受 而它的中控台是一個10.5吋的觸動 其實都是操作介面非常簡潔易用的 裡面有一套它的主動式安全系統 就叫做MG Pilot 其實裡面的Adaptive Cruise Control 還有車道維持 還有一些主動防撞 都有齊了 另外還有一些Drive Mode可以選擇 有什麼Eco、Normal、Sport等 另外就是一個動能回收的力度 亦都可以選擇四個 就是Low、Medium、High和Adaptive 我們現在就用Adaptive 另外下面的中控台就有一個實體的冷氣鍵 我自己是挺欣賞 因為不用每次都要到觸動 到觸動裡面自己慢慢讀 或者慢慢暈 就有點不方便 不過鍵就好像有點太過膠感重 另外它還有360拍車鏡頭 所以安全設備上它真的算很齊全 至於它靜不靜呢? 因為沒有了引擎聲 它一定會比較吵 所以我們就用Apple Watch去測一測它的噪音水平 讓大家有個概念去做一個參考 我們在普通行車的情況下 錄到大約是53分倍 其實以這個數字來說已經是相當寧靜的了 不過當然在較為瘋波的路段是會有分別 很多時候讀者都會覺得電動車是沒什麼駕駛感 而正正就是因為它有設定可以選擇軚感 而我覺得Sport Mode的設定就是最有路況感 而且它的避震也不算軟 但也不會硬到好像Hot Hatch 坐起來也不會太過Bumpy 就算要載家人的話也會相當舒服 有時候那些渠蓋 我都覺得它的濾震是做得不錯的 不過有些不習慣的位置 就是它車尾的窗是比較小的 所以的確視野就沒那麼廣闊了 Xpower RS4的續航力 根據WLTP標準只有385km 個人認為真的偏少 不過沒辦法 它是高性能的版本 所以其實在效能和range之間 的確是會有些取捨 廠方也有跟我提到 其實這架車是有V2L的功能 但是要另外加錢去購買那個裝備 但我自己就覺得電動車 經常強調電器可以供出來給電器用 V2L的功能 我覺得今時今日的電動車 必須要用 其實MG4在去年已經推出了 不過今年推出的就是一個高性能的版本 雖然它的續航是相對低了 但是我覺得以這個價錢來說 都沒什麼投訴的 還有如果你真的想需要續航的話 你都可以選它的後驅版本 MG4的樣子又靚靚仔仔 又有些跑味 其實你一點都看不出 它有國產車的身份 我自己都覺得 都是適合一些想換電動車 但又想有些換味的車主 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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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發